有用到以服的多重判斷,不過同學問的問題,可能又更加難一些,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入門 各位可以找到一個叫多條件的檢核 這個檢核範例 那這個可能跟你們平常工作比較有關聯性,這一題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裡面大概就長這樣,需求說明他就是 大概就 輸入年齡保額年收入之後 那他會有一個檢核 那檢核裡面的年齡 條件的話就是 0歲到14歲 這個保額是大於200萬 那 15歲到保額是 大於1000萬 那如果說他符合條件的話,這邊顯示需進行財務 合保 那不符合條件 那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專業 這個這個保額 這是意思是什麼?大於200萬是 他可以保超過200萬還是 還是 不行 就不行就對了 14歲以下不能超過200萬 不能超過200萬 所以就是說輸入假設14歲 他是 所以 這個這個地方保額他如果超過200萬的話 就不能保 就這邊 結果就要顯示 這個嘛是不是 不符合條件就對了 OK 所以 核保 OK 那如果說他的那個 他這個是用1000萬 就是15歲到20歲 他未馬20歲的話 最多是 1000萬 1000萬以下才可以核保 OK 那如果是 成年人以上的話 就是 年收 看年收入就對了 OK 那當然 如果 這個地方要 這個什麼 減合結果 因為這同學問的 所以我們一起可以 你也可以把這題目拿來看一下 不過看你一下 這要是 實際上要做 恐怕用內建的函數來做 會非常複雜 一幅 可能會兩個 可能一個是年齡 一個 是保額 那當然我的習慣我會直接寫成制定函數就好了 也許這邊 你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用VBA寫一個制定函數吧 那制定函數裡面也許你給他兩個條件 一個包含就是 他的年齡 一個就是他的 可能保額或者年收入 也許 然後呢 他再去判斷 當然如果是 小於20歲以前的 就是看他的那個 保額是1000或200 那如果是大於20歲的話 那可能就看他年收入 所以像這樣的邏輯 各位可以想想看 前面用 制定函數 我們有做過 那你也可以寫個 按鈕嗎 按下去自動顯示 那也可以啦 兩種方法 那如果用內建函數 用插入函數裡面 一幅 我看 這個恐怕 複雜度非常的高 因為你們可以想想看 這部分 怎麼做 就跟你們專業比較有關係啦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做出來 互相一起討論 因為有些東西 其實就是 不斷不斷的找問題 如果你都可以解決 很快的解決的話 那基本上 你的功力會不斷提升 那做久了之後 你就很快的 可以把一個問題 給解決掉 但是這裡面 都有一個固定的 一個流程 你要怎麼去分析 那制定函數 怎麼寫出來 這個 可以再想想看 待會 也許我們 我也再想想看 因為 抽到這同學問題 OK 第一個 有關那個多重 那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的 這個 其他補充範例 所以你在雲端白板 裡面會看到一個 其他補充範例 的入門 找一下多重 條件 減和這個範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 請各位在開啟那個 我們範例檔裡面的 這個 範例檔裡面的 檢視與參照 它裡面呢 好幾題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開始 在那個 比較簡單的裡面有一個就 範例吧 範例裡面計算年齡 與那個 查詢時數 V2查詢時數這一題 那年齡 我想這比較簡單 前面我們有講過 就是用dadif 去算年齡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比較簡單 所以你可以用 Date DIF Date 這個要自己打 他的生日 跟哪一個呢 跟今天比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 Today 然後小瓜 逗點 比什麼 比Y 然後這樣的話 打勾 就會出現 他的年齡 但如果你後面 希望加一個 48 歲的話 那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 End 後面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歲 你可以再加一個幾歲 當然打勾之後的話 48歲就出來了 不過呢 通常 我比較不介意你這樣做 為什麼 你存在 Essal裡面的 就變48歲的一個文字 可是文字將來你要做計算會有問題 所以通常如果你要顯示 幾歲的話 假設你今天不希望 是用串接的方式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一個儲存格 你可以用格式的方式 制定一下 那 預設如果裡面是一個文 一個一個數字的話 在格式裡面通常用0來代替 那如果有小數點 第一位 你用0.0 0 反正幾位數 那如果只是一個整 就是他的那個 裡面放的數字 加上歲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做格式 幾歲 48歲按確定 OK 點兩下 那特別注意 放在Essal裡面的資料 剛剛是文字 現在呢 雖然格式上面看到有稅 可是實際上它裡面存在Essal還是一個數字 還是一個數字 OK 只是格式變了 存在Essal裡面的 還是一個數字 OK 所以比較建議用第2種方法 兩種方法都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主要這一題是這樣的 就是 這邊有一個是 開課期別 第1個問題比較簡單 就是幾歲 第2個問這個等於複習 那第2個問題是 所謂的開課期別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班 C04 他的開課日期是7月3號 2010的7月 那請問一下結束是哪一天 結束哪一天 這邊 這邊後面有一個開課期 開課的班別 C03 他總共30個小時 那這邊有一個 開課 一個晚上 一週是上三個小時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30個小時的話 總共上10週 那你要怎麼去剛好計算到 結束日期 OK這個就是問題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要把 C04 到後面的開課期別 查回來他的 總時數 並且 一週上三個小時 那你總共 因為我開課的這個是第1週 所以第1週你要先扣掉 總共只有 後面 就9週了 因為 30個小時 9週 所以你9週之後應該是哪一天 要把它算出來 OK 應該了解這個邏輯吧 那 那當然這個地方需要用V盤數去查 他到底他的那個 就是 時數是多少 查回來有了30有了90有了60 那 查回來之後呢 再去算 到底這個 有幾週 必須要扣掉第1週 因為開課第1週就已經 已經是 第1週所以後面還有9週 那你要把這個時間給算出來 這怎麼做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範例檔 這個在檢視與参照裡面的 這個計 計算年齡 V盤數查詢時數這個範例 OK 你可以 一下要全部做完了 可能比較 困難一些啦 所以通常像一個比較冗長的公式 你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也許第1個 你可以先查出這個 這個班級的時數是多少 OK 你知道時數多少之後的話 你就知道有多 就是說呢 他是幾週了 就是說呢 如果是30的話 那當然相對的 你就是怎麼樣 30除以3 因為1週有 有3個小時 那1週7天嘛 所以你在乘以7 不過記得要 扣掉1週 因為 第1週已經開 這個是第1週的時間 所以等於是 總週數 假設10週 你必須先減掉1週 再乘上7天 就是他總共結束的天數 是哪一 總共有幾天 再算數結束的天數 那日期就算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幾個 第一個 查時數 查哪個是 C04 那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 開課斑別 這個範圍 先定義一個名稱好了 因為 等一下那個 VIP函數 會需要 指定一個 Table Array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 這個名稱先定義好 那我前面講過了 定義好就按F3就好了 會比較簡單一些 所以我們查時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用那個 檢視與參照 這用 VIP函數 那查什麼 查C04 哪個Table呢 F3 就開課斑別 那這個開課斑別裡面的 一定是找第1欄 我要的是第3欄的資料 所以把這個地方給他3 比對方式的話呢 就完全一模一樣的 比對方就0 OK 按確定 那就查回來 總共30 當然其他的時數你也可以上下填滿 都可以全部查出來 根據每一個 那結束天數的話基本上就根據什麼 等於什麼呢 他的 結束天數 總共應該幾天 那 基本上就是他的總時數 怎麼樣呢 除以 3 因為1週3 3個小時嘛 然後呢 先把他除以之後 記得把他減掉1週 因為這個開課 的日期是第1週 所以必須把他扣掉 等到扣完之後的話 記得怎麼樣呢 再把他刮糊起來 因為1週的話7天 那我要天不是要週 所以乘上7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打勾之後 就算出 結束那個天總共有幾天 從開課日期到結束的天數 總共有幾天 那結束日期當然就是怎麼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開課日期 加上幾天之後 所以加上那個結束的天數 按打勾 那因為呢 我前面講過 日期其實裡面就放一個數字 跟1900年1月1號相比 相差幾天的那個數字 那你如果一個數字再加上另外的數字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自動的 幫你產生另外一個 加完之後的數字 並且 會套用他現在的格式 最後 重點就是格式也會帶過來 所以這個結束日期的格式呢 也會帶過來 所以結束的那個日期的話 就會帶出來 OK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 把這個最後的結束日期 給做出來 那當然你如果 最後要直接把它拿過來 你可以複製 直接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就好了 把這個 裡面的值貼過來 結果一樣OK 但是如果說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就做完 那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一次性做完的話 你就是有沒有這個 這個幾個動作 你就是全部要串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就是C2 我用這個把這個 這個拿來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公司 你如果一次性做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天 加上幾天之後 那加上幾天之後你就是用查的 先把它查出來對不對 查完之後除以3 就是他有幾週 幾週之後呢 再減掉第1週 就是開課那一週 然後呢怎麼樣呢 記得把外面刮斧起來 乘上 7 OK 有沒有 其實這個最後的結果啦 打給我看應該 就OK了 一次性 所以 當然如果你 功力還不夠啦 你就是 可以拆成三個步驟來完成 但如果你可以的話 說明你可以 一次就做完了 這個公式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可以 參考一下 我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一樣會有一個 最後跟我們範例檔一樣的名稱 打開來的話 我是把它分123 那如果一次性做完的話就這一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 範例喔 主要還是利用那個 V度換數 來完成 我們要的這個這個 動作 OK 那這個我想用到的機率其實還蠻高的 你如果查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功力 可能不夠的同學 其實當然沒有人要你一次 工作如果沒有 緊急 一定要一次全部做完 你可以分三次來做 當然如果可以啦 你可以試著 一次就把它做 不過一次做完了 公式相對的比較冗長 而且邏輯也會比較複雜 所以其實啦 有時候不要為難自己啦 你就是 分三次也沒有人說你不對啊 反正我就慢慢做嘛 那最重要就是問題 最重要要能夠解答 一定要 懂得 去把那個邏輯 把它拆拆成 一個一個一個的 步驟 那你如果按照步驟來做 基本上我想再困難的問題也都能夠解決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範例 那如果完成之後這一題就OK了 那那個最後當然我們最後一週會有個評量 也許評量的題目也許類似長這樣吧 我們如果 如果考試就是說 算是評量 那可能就是類似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題目 類似像這樣 請你們 打開像這一題 對不對 然後你就裡面原來是空的吧 那你就是把它作答完存起來 繳繳 這樣子 應該 還是簡單吧 OK 那 當然 有簡單有難的 我可能會 最後我會給各位 類似像這些題目啦 反正上過的題目來考 考試這樣子 那 大概就是考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還有就是說你會不會 做 VBA 那VBA不會考很難的 就是 按鈕 跟制定函數 那 主要是前面做過的 那我會在 前 可能 在前兩週 會先 給你們 給你們一個 範圍 OK 你就把那些範圍做熟啦 大概就這樣啦 主要 因為 這個課程我們總會需要有 一定的 學會的標準 當然不會說要求你一定要什麼都可以做出來啦 但是至少你該 會的一定還是要會 OK 好所以這一題的話 就先把它儲存起來 那再來的話呢 下一題請各位 再看一下 那個 人事考評 這一題 這個跟人是有點關係的 那 打開來試題 這個是一個 試題 試題裡面呢 大概就是 會有一些 相關說明 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主要的 問題點 就是說前面 四個工作表 他是 四個 四種職位 那這個職位裡面 其實 其實你會發現他的那個欄位的 需求都差不多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做一個 其他的話就是慢慢再把公司複製過去 就可以了 那 比如說 這個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個 像柱磚 他的單位 其實單位 就是 他的第幾碼呢 就是 畫面借我一下 就是 他的 這個這個柱磚 你可以看到他的單位就是 編號裡面的 12345 就345 我們那一樣 如果說我今天 要能夠查到他的單位 單位在這裡 他會有個單位的一個對照 那如果108就是這一個 所以你要把這一個怎麼樣查回來 放在單位裡面 OK 不過當然不是用複製貼上 你一定是 先切出他345 這三個字串 所以如果你要切中間的字串 前面有用過像密的函數 有沒有 那你看密的函數先切 345這三個字 再到後面去查出他的單位 那他的組別的話是 在在 組別的話是這個 這個工作表 一樣也是個對照表 那實際上這邊已經有做了一個 一個對照表 那個對照表裡面的話 就是 到1號 那 其實在這邊的話 實際上就編號的第7個字 第7 按照第7個字幫我查出 他的哪一組 那升等的話基本上是 1234 那實際上指的應該是 第1 第1個字 所以你 可以用laps 也可以用密的 都可以 然後不過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這邊切出來的編號是文字 可是後面的升等 他這裡面放的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如果說要能夠 轉換的話 前面好像有講過 你可以用value這個函數 轉完之後才可以查出他是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等級 所以這個 再來的話 考核部分 考核其實就是這三個成績 的總的平均 那這三個成績 假 那假假基本上的話你會發現等級 假的話是85分 不過這邊比較麻煩就是說他有考 考機有那個夾一就是優夾一 跟考平 那兩種成績可是你問題是你要怎麼樣可以剛剛好把這三個成績反正都查回來之後 然後再平均 OK 那平均的話當然有幾種做法 比如說相加之後 除以3 再不然的話你用average函數給他三個值 他也可以幫你平均 然後比4的話呢基本上就是 根據這邊有個比4成績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成績乘上0.3 這個成績乘上0.7 那合計的話就把這兩個相加之後的結果 再排名次 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各位 也許開啟這個人事考評系統這個範例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